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天我在看微博私信 突然看到了一个女孩发来的留言 她特别委屈地跟我讲 是如何爱那个男生的 如何为了对方改变 可是为什么她都这么努力变成对方喜欢的样子 最后她还是离开了 我努力在记忆里 所索能够回答她安慰她的有利证据 后来我联想到了自己 我谈过两场恋爱 分开的原因里 有一点就是男生已经不怎么喜欢我 说难听点 她变心了 第一任男朋友喜欢了一个比我漂亮性感的姑娘 所以当时我以为我不会化妆 打扮啥里啥气的她才离开我 第二任男友喜欢了一个比我高冷的姑娘 所以我觉得是我性格有问题 是我不成熟 不独立 不稳重 还很黏人 分手后的一段时间 我很不服气 我拼命地想要改变 然后迎合对方 也尽力想要证明 其实我可以成为他们喜欢的样子 我的学历越来越高 也认真学习化妆 我去健身跑步 闲暇的时候 多读书 也多看时尚杂志里 模特的穿衣打扮 也帐帽画虎地 保持着一些良好的习惯 甚至想着通过经济独立 把我整个人都变得更独立一些 拜前任所赐 我真的变了 变成了我从来没有想象过 却真的是现在的我的样子 我会化妆了 也学会穿衣打扮 变成了一个还算精致的姑娘 我有很多兴趣爱好 有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空间 也不在意为年人 我经济独立 不害怕别人否定自己 也不在意别人说什么 一直以来我都活在 前任编织的一个谎言里 以至于我一直相信 他们离开我是因为我不够优秀 是因为我不够独立 不够漂亮 不够有气质 直到初恋男友结婚的时候 我看见他娶了一个 很普通的女孩 他没有我好看 身材也不性感 却在他们的婚礼现场上 我看到了他满意而幸福的笑容 那一刻我才突然明白 那些离开我的原因 根本不是他的择偶标准 只是 他拒绝我的理由 我们从很小的时候 就被父母教育 出了问题 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同学不爱和你玩 是不是因为你脾气不好 不懂得分享 你为什么没有别人优秀 是不是因为你不如人家努力 为什么大家都没生病 总是你生病 是不是因为你挑食 还不爱锻炼身体 我们用这样的思维 反思了自己几十年的人生 以至于遇到一个人的时候 他说他不喜欢你 你就惯性反应 又把所有的问题归罪于自己 是我不够好吗 是我不够温柔 不够铁贴吗 是不是我为了他改变 退让 就可以挽回 其实我特别理解这种心情 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 我想要用我的亲身经历 戳破你关于他的幻想和猜测 他离开你的时候 那些说出来风轻云淡 就让你刻骨铭心的话 都是借口 归结为一句 他离开你 就是不再爱你 所以变优秀这件事情 并不能保证你一定会被爱 也无法让那个离开的人 悔心转意 甚至无法勾起他的后悔之心 他不爱你 你变得优秀 独立成熟 懂事 他都不会爱你 他爱你 你多幼稚 做作 可笑 普通 他都爱你 是优秀没用吗 当然不是 这些年来 我不断因为前任的某句话而改变 然后优秀 直到现在我发现 我已经离开原来的那个自己 很远很远了 我喜欢现在的自己 我非常非常感谢 我所有的前任 对我的这些影响 他们让我不停地向前走 然后发现 过去的那个自己 真的有点糟糕 现在的这个自己 真的有变得更好 优秀的作用 不能保证你一定被爱 却一定能让你 更有自信和底气的去爱 和拥有心爱 当你遇见一个很喜欢的人 不至于因为担心我不配 而丧失表白的勇气 也不至于觉得自己高盆不起 当你不断精进自我 当你进入到一个 你从来没有想过 却很棒的圈子 你会发现 过去的那些事情 已经不再重要 你不再纠结 他为什么不喜欢你 也不再想要抛根问底 你知道你一定会 遇见很好的人 也知道所有的过去 都是你人生的经历 最重要的是 因为前任门 你找到了一个更好的自己 而那个自己 是任何人 在分手后 都不会带走的 Zither Harp 花 早传开的花 也曾摘下过几亚 就放在口袋边上 夏 夏 那一年盛夏 都落鞋里 经得上 何音都有些泛黄 昨夜不知不觉 落叶落下 秋天像棕花 那天有个女孩 对着电话 你还爱我吗 在一旁很久很久的 寄大 立冬的早上 爱情 爱情信实淡淡的悲伤 现在开始唱 走了你发出你幸福 忽然忽然感动的哭 哼出来的音符 手的温度 跳过那支舞 都愿意发出你幸福 钢琴演奏所有感触 回忆一幕一幕 实际直播 是一封情书 小伙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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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情信实淡淡的悲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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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 你发祝你幸福 高精演奏所有感触 回忆一幕一幕 实际剧目 是一封情书 告别的温度 暴风雨的孤独 节奏太无穷 拖满了脚步 当初再美好都成为当初 好久来的 拖满了脚步 忘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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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温度 还记得一起跳过的那支舞 终于说了 祝你幸福 我在演奏所有感触 回忆一幕一幕 实际的曲目 是一封情书 在演奏所有感触 到哪支舞 回忆一幕 在演奏所有感触 在演奏所有感触 回忆一幕 回忆一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